接下来是由资讯媒体人芝加哥时报主编李祝华所带来的最新时事观点评论 李祝华观点爱国与中党 金星格是共和党的良心 国会议员金星格宣布不再竞选连任 无疑是投出一颗震撼蛋 因为他是共和党内极数有良心讲真话 做实事的政治人物 劝逸参加他和川普乱政 并与利兹钱尼站在公立正义 成为调查国会遭受攻击的唯二共和党议员 因而惨遭川普讨伐再加上一周民主党在选区重划 时把他划入不利选区 当他发现遭受两党内外夹击站在孤独战场时 宁愿退选也要在任期结束前捍卫民主 金星格说我不能同时关注自己竞选连任 又同时在国会做广泛的真相调查 国家第一是我优先的考量 大载四眼对政治人物而言 爱国与中党是很容易做到的事 但当国家与政党面临大是大非决策时 大部分政治人物却选择中党而不爱国 现今共和党就面临这样悲伤的处境 明明1月6日由川普怂恿发动 暴民攻击国会是美国最羞辱的民主支持 但绝大部分共和党议员却被川普绑架 不敢说真话还坚决反对调查真相 为保全为宁可中党而不过爱国 金星格不愧是军人出身 他是投票弹劾川普的十名共和党人之一 川普扬言将严惩这十位叛党中议员 不但要求共和党金主不支持他们 更扶植追随他们的人参选 其中俄州的港萨雷斯因川普亲点亲信与他对阵 所以宣布不再寻求连任现在金星格成为第二个弃选者 川普得志后只高气扬的说干掉两个还有八个 越来越有迹象表明川普将投入2024年的总统大选 果真如此的话不仅将是共和党的悲剧 也是美式民主的创伤 民主党众议员刘平云曾在弹劾川普的听证会上说 我们并不怕川普再度参选总统 只是怕他再度落选 事实上川普选不选总统我们都怕 因为如他参选又选输了 显然国会暴动又会再复制一次 如果他选赢了 他会说美国人民还还得清牌 证明2020年总统大选是舞弊的 那么选举的公正性将淡然无存 以后大小选举的输家都可以学习川普强办 后果不堪设想 难道共和党不知道这严重的后果吗 金星格是共和党的联心 共和党需要更多既能中党又能爱国的金星格 否则这个党无数美式民主极其可威夷 不仅是美式民主要的